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家庭情感分析师周小鹏 新春佳节之期我首先代表谢谢你来了栏目组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春节是什么 春节就是回家 轻轻热热一杯酒 和和美美一桌饭 人间至未是清欢 我爱我家 所以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几个不同的家庭 一起来看 我叫努热曼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新郊兔鲁番 在我们家每当过节的时候 一家人就会团聚 妈妈会做我最喜欢吃的抓饭 老公会给我准备我最喜欢吃的烤羊肉 爸爸会给我们拉最好听的曲子 我们会跟着旋律一起唱歌 会欢快地跳舞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因为从小 我的爸爸妈妈就给了我特别的宠爱 认识我老公之后 他又给了我另一种爱 我和老公在一起 已经十几年了 我和老公在一起 已经十几年了 从一个懵懂的小女生 到现在 做了她的老婆 成为了孩子的妈妈 她像一个哥哥一样 保护我 照顾我 最关键是她 让我明白了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魂不希望坐 老公 掌声有请被秘习人 武思满 你好啊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维吾尔族 对 我来自新疆 图鲁番市高昌区 多大年纪 38 哎呦 看这个比我老 那我们那边气候的问题 长得比较着急的 但是还是很帅气的 谢谢 维吾尔族的男人女人都漂亮 今天你的妻子要来感谢你 我觉得应该我是 我应该感谢她才对 哎呀都这么谦虚 因为 她这一辈子就爱过我一个男人 你这一辈子爱过几个女人呢 没几个 就她一个 你也是只有哪一个 对 那有什么好感谢 彼此彼此呗 因为生活中 她让我感受到了很多东西 啊 因为她很可爱 啊 很温柔 啊 而且很善良 很善良 是的 啊 行 来我们掌声有请 感谢人妻子 奴若曼 请外面 MARAh All 看 有点 徒蜜老师 好 你好 你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Guido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好 您好 吃什么了 日子过得这么好 天天是烤羊肉串 被老公宠的呗 你今天是来感谢他宠你是吗 在这儿感谢他这11年来对我的宠爱 好看吗 好看 美得一塌糊涂 性不性感 特别好 真的 真的 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吐鲁番 有一条路叫幸福路 还有这么一条路叫幸福路 对 有一天我去上课 然后我们当时也很巧合 我们家不住在那儿 只是我哥房子在那儿 我们那天中午刚好去我哥那儿 吃饭 缘饭 对 然后就是出来 我去上学 我都快迟到了 所以我就打了个车 就打了这位先生 我老公的车了 你是出租车司机 我之前是在乌鲁木齐做导游的 之前做旅游工作 然后冬天咱们新疆的旅游 但既就是旺季呢 比较就夏天有冬天没有 冬天呢 我回到吐鲁番家里刚好有辆出租车 我冬天的时候可以跑跑出租车 然后就碰到了 在幸福路碰到了我的幸福 然后他呢 当时背了个包 穿了个白色的羽绒服 就在路边站着 他当时他也没有是主动去招揽我 但是站在那以后 我走到他跟前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一下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给他一个颜色 嗯 坐车吗 然后意思他就上了车 没有哪个地址司机是这样的 对吧 人家都是 当时在我看到以后 我没见过像他比他漂亮的女孩 然后他就坐了车 坐了车以后呢 我就带着他到那个照相馆 他取照片嘛 然后取了照片以后 我像他还会出来 我就在门口等 嗯 然后他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一看到你还在等我 我说是啊 你不是要去学校吗 然后他又上了车 他可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你 当时因为他不是黑车 是出租车 很正规的 正规的出租车 所以我没什么害怕的 你不觉得两次都出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地址司机 不有点怪怪的吗 但是当时真的是快迟到了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那个杂了上课了 好 你又上了车 对 然后呢又去了哪 就去了学校嘛 然后到学校门口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用的不是手机 手提电话 十几年前 当时不知道 可能现在的90后都不知道 那叫BB机 咱们叫传户机 知道知道 八达传户 对 当时传户机 当时我就想到 因为我刚从乌龙部区回来做旅游 现在开出租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说 你看你这边家 这边呢 当地搭地不好搭 当时我们那边出租车也比较少 我说你记下我的BB机号码 然后你call我 我过来接你 然后呢 我媳妇呢就说 啊好的好的 然后她拿出来一个钢笔 然后就写把我的 现在我记得应该她 你还记得96960吧 969609079177 当时的我的BB机的号码 她都给我记了以后 当时拿了个钢笔写的嘛 写完以后 她说好了 然后给了我五块钱 我就顺手我就跟她说 这样吧美女啊 那个你这钢笔挺漂亮的 要不你把钢笔留给我 套路 满满的套路 是 太拙劣了 我说下次您在 你在坐我车的时候 我再还给你 然后她当时呢 很仓促的 啊好的说的 就把那个钢笔就给了我 她就下了车 当时因为快到学校了 而且一看这个大哥 大哥哥就抢我钢笔 就害怕 我就直接给掉就跑了 你是有点害怕是吧 就感觉她有点不正经了 对 是吧 你就把钢笔扔了 给了她 对 走了 然后你记下的那个东西 那个BB机号码 你为什么现在滚书于心呢 因为我当时也是种缘分吧 我当时那个记得那个 因为我取完照片 把她的那个BB机号码 记在了那个取照片那个 就是那个 给了照片的袋子 袋子 对 然后我直接交给老师了 然后老师当时说 交给老师了 就里面有照片嘛 外面我也忘了写什么了 然后交给老师了 老师当时说的是要八张照片 后来觉得六张就够了 两张发给你们 就把那个袋子也一起发给我了 我当时才还给我了 然后我才看到 原来我记了她的号 从此你就天天在那个门口等 是吧 在那之后呢 因为她可能就是过程中 又过了两三天 她一直没有call我 然后有一天我就想着 在她学校门口等她 然后她没等着 等待我走之后 原来她看到我了 看到我以后呢 她回到家里面 以后就给我call我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嘛 找了个话吧 我回过去了 我打电话说 喂 谁呀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 我呀 你不记得了 我说你谁呀 你拿了我钢笔 你还不认识我吗 我说哦 想起来了 我现在我就在你学校门口 她说你在学校等我干什么呀 我说我等你呀 她说你等我干什么 我说我想把钢笔还给你 这过去好几天了 你都没有呼我 也许我是不适合拿这个钢笔的人 然后她就说没有啊 然后第二次我就约她出来吃个饭 然后一回生二回熟嘛 就出来了 第一次出来是干嘛呀 看电影院吃饭呢 压马路呗 压马路 十二月份 冷得要死压马路 那天我图不住 我们图 我们图 头一次认识是十二月份 我给她打电话 都二月份了 那二月份也冷啊 对 就压了一天马路是吧 啥也没聊 不是一天 是我放学的时候就那么十五分钟吧 行 看样子你还意犹未尽的样子 这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就你至少你对她不反感了呗 不反感对 所以我就经常性地开车 送她去学校啊接送啊之类的 当时她天天送我回家嘛 因为她开的是出租车 我同学都以为我天天打车回去 好有钱呢 你反正你也不付钱 我就这一生就给她付了五块钱 坐了十一年车 坐了十一年的车 你还在开出租呢 没有 现在做别的工作 你当时过程中呢 就是说每天我接送她 偶尔跟她出去吃个饭 你不送花啊 那我记得是一个情人节 当时我也想给她送花的 但是我提前还没准备 我们一块在我们那个青年路 在路上散步 你不给我送花吗 我说送啊 我前面找个花店就给你送 然后她当时呢 她看到路边呢 当时情人节 我们那边有很多人去 这天出去卖花 有一个小女孩 大概十来岁 她就说呢 那边刚好有卖花的 你过去把那花都给我买上吧 然后我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那小女孩大概 那个篮子里面 大概有二三十朵玫瑰花 全给买下来了 买下来以后 我说 这些都给你买下来了 开心吧 然后她说 我非常开心 谢谢你 然后走了一会儿以后 她跟我说呢 其实 我买花 在花店买也可以 这个小女孩才十来岁 在这卖花呢 这么冷的天 我挺心疼的 所以让你去卖花了 不好意思 好善良哦 当时我就感觉到 这个女孩是非常善良的 还是很单纯 我觉得我选择她是没错的 不错 其实那个小女孩 是她顾的 怎么哭了 想到那一幕了 那二月十四号 三十朵玫瑰花 好多钱呢 对 当时是我现在感动 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些 我们俩在一起的那些场景 这是第一个场景 送花 对 还有什么 当时写志愿嘛 当时她的考试成绩 还是比较好的 考了好了以后呢 她就提前来找到我 要跟我去商量这事 她就想着说 我到时候 你看我志愿写哪里 我说志愿的话 你看你喜欢哪里 就写哪里 但是她 喜欢英语 她想学语言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是没有这个 我们江内的一些大学生 没有这个专业 没有招生 然后就是田志愿的 头一天晚上我就把她约出来了 约出来跟她说了 为了你 我真的不想去太远的地方 我要不在江内选一个大学 反正是大学嘛 上了就上了四年 完成了就回来工作 然后我老公跟我说 亲爱的我也特别希望 你在江内读大学 那样的话我们每个星期 至少每个星期 我们可以见面 但是新疆的 就是江内的一些大学 没有你喜欢的专业 大学是四年呢 所以你选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的话 你整个大学时期 是不开心的 所以我还是 考虑到你的这个爱好 不要考虑我 我会去看你的 然后我就填写了 兰州的一所大学 学了迷语专业 咬着后糟牙说的 说了心里话 是有心里话 你是两难的嘛 你肯定不想离开她嘛 但是你又不想束缚她 想让她学的 自己内心最想要的专业嘛 因为大学是咱们 对每个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要知道 她一旦去到千里之外的地方 读大学 哇大学里面帅哥多得去了 我相信她 你但是你心里 肯定还是有担心的吧 又不光是你一个人会欣赏美人 担心是有 她当时因为我觉得她 应该她的爱好是学英语 刚好她也喜欢这个 我就支持她去 兰州上的大学 上了四年 我们相隔大概一千多公里吧 1800公里 1800多公里 当时我们就一个长达四年的一个异地链 就敲响了 她插岗吗 她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在学生会 然后晚上不是有一些填表演那些事情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 我们在那边就是也是帮一些老师做工作的话 她也会打到那边去 说什么呢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旁边怎么那么吵 对 那是谁的声音 是吧 她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就是有一次 因为我第一次离开家 然后一直是被父母宠着 都没有离开过家 然后有一天 我感觉我感冒了 特别不舒服 你也知道 就是人一旦觉得不舒服 就特别觉得孤独 就想家人呗 就是特别想爸妈妈 还特别想我男朋友 当时是男朋友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亲爱的 我好像感冒了 发烧了 我特别想你 然后他就安慰了我几句 哎呀 那你去消医看看 买点药 还有 喝点水 男人最爱说那句话 喝点热水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好吧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在学校看到他了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当时我就愣在那了 他黑眼圈老大 特别大 开车来的 没有 他当时没有买到飞机票 然后火车票也卖完了 只有站票 他站了40个小时 心疼吗 而且他手里面抱着 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饼干 他那个饼干是特别碎的 特别容易碎 我一打开是满张的 我有感动的 就是你这熬那几十个小时 就是为了让他能够看到箱子的时候 感动成这个样 是的 你所有的行为就是为了转人热泪 是吧 当时没这么感动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特别感动 当时觉得 哇 但好吃了 就开始吃了 所以你今时今日这个样子 这是有理由的 知道吗 你们学校没有男生追你 肯定有 就是有一次 我当时也特别傻 然后收到了一束花 然后急急忙忙地给老公打电话 谢谢老公送过来了 他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头几次给我送过花 或者是亲人节啊什么的 就是邮递嘛 然后我以为也是这种情况 放到苏管阿姨那边 他也没写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以为就是他送的 特别开心地给他打电话 老公谢谢你给我送的花 亲爱的 然后他大发雷霆 好尴尬 当时那火蹭就上来了 什么爱啊 什么包容啊 在那一刻全都没了 第二天气得我 直接坐火车又来了 还是不放心嘛 是 但是没有 因为我的爱人是那么的天真 那么的善良 他觉得说到第一次 拉到天真善良 你是心里说他傻 其实傻得可爱吧 是傻得可爱 不光你喜欢 别人也喜欢 但是他我一直没说 这是这个人是谁 你是不是无数次后悔 我不应该让他去兰州大学 没有没有 没有后悔 因为这个对他的将来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我不仅是把他束缚在现在 但是我们要为将来去打算 你就这些年来 从来没对别的男人动过心是吧 没有 没有比他更帅的吗 在我心里他是最帅的 没有比他更有魅力的吗 我认识他之前 那个王里红是我的偶像 王丽红 王里红 对 还有那个尼古拉斯凯奇 尼古拉斯凯奇 认识他之后 就没有那种观念了 就他比尼古拉斯凯奇帅 比王丽红还更有魅力 更有才 是 抢别人刚比 好 那大学毕业之后就顺利结婚了吗 没有 因为当时是两个家庭的文化差异吧 再说 什么 啥文化差异 就是 我爸妈妈是搞艺术的 都是国家级演员 我妈是舞蹈演员 我爸是埃杰克演奏家 就是小提琴那种 怎么你不是搞艺术的 我从小学过音乐 但是当时是 没有考这个专业 对 你不太感兴趣 对 当时是没有发现 你家里呢 我家里面兄妹比较多 某个兄妹 家里面就我父亲 是在从事酒店行业 老板 算是 算是 他是酒店的负责人 他是属于一个国企的 当时 你是老几 我是家里面老四 那家里生活情况还可以了 还行 那有什么文化差异呢 就是在 因为他爸爸妈妈呢 都是属于 第一个就是他的职业 搞艺术的 我们家不是搞艺术的 肯定艺人都希望 孩子将来 可能搞艺术的会 门当户队会更好一点 但他没搞艺术 我爸妈妈当时 因为当时我老公是 冬夏天是做导游 然后冬天是开出租车嘛 我爸我妈觉得这是自由行业 然后当导游也是游山玩水的 心定不下来 如果我嫁给他 他会不幸福 对 没有 就是他们觉得 当时他们觉得没有上金星 就是每天有钱挣 他们就不努力 就是以后 我要是不幸福了 就他们最担心这个 你家里就你一个 我还有我哥 还有哥 还有哥 我哥和我相差13岁 那怎么办呢 反对 特别反对 就是不让我们见面 没收我手机 然后 就是我就不吃不喝呗 绝食 对绝食 然后 我曾经瘦了20公斤 瘦了20公斤 对 40斤 对 你现在怎么没有这样的毅力呢 现在我跟他在一起特别开心 他用绝食来抵抗 你呢 你做出了什么努力 后面呢 有一次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我给当时的 我现在的就是岳父岳母 给了个承诺 我给岳母说了 我说 当时 我们叫阿姨嘛 我说阿姨 你放心 努人曼跟我在一起 我会让他幸福的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你能知道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我会让您的孩子 感享受幸福和快乐 给了个承诺 这就行了 没有 当时是他给我把我妈说了 然后 因为我当时也特别不理解 我现在也当了母亲 也有个女儿 我现在的心情去 想起以前的事情的话 我现在特别理解他们的心 但是我当时还小嘛 我不理解 为什么宠 我的爸爸妈妈会对我这么严 她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一直想这个 然后我就有一天跟爸爸妈妈说了 我说 就给她一次机会吧 爸爸妈妈 毕竟我们这么相爱 我跟谁结婚都不幸福 除非我嫁给她 不然我谁都不嫁 然后我爸当时就给我妈说 因为当时我爸也看不下去了 就我那个情况 我爸就相信女儿一次吧 就嫁了 婚后幸福吗 特别幸福 能不能不要用特别两个字吗 用相当 非常幸福 相当幸福 说说 有多少相当非常 就是结婚这么多年 是她让我成长了 你会做饭吗 会吃的都不会做嘛 对不对 但是刚结婚就不太顺利嘛 不会做饭 我公公的几个朋友 他们知道了 娶了儿媳妇了 然后他们说要过来吃饭 过来参观一下 对 对 然后我公公也是吹牛说 我媳妇做饭特别好吃 然后我当时虽然学会做抓饭了 但是没有到特别好吃的那个地步 我也吹牛说 我能做得来 然后来了五个人 然后我当时切好羊肉了 然后胡萝卜也切好了 然后本来挺顺利的 后来哪个顺序 有问题了 错误了 就糊了 糊了 那就 就颜色就是黑不溜秋的那种 那叫创意菜 然后我当时快要开饭了 我就在那急哭了 我蹲在地上哭 关键是公公没面子 对特别害怕 如果要是那点出差错的话 丢帘就丢大了 有尼古拉斯凯奇吗 我给他打电话了 对不对 然后一边哭边跟他说 然后他说你能拖就拖一会儿 然后过一段时间 他就从我们吐吐饭很有名的一个抓饭王的一个店 买了三份抓饭 从阳台给我递过来了 因为我婆家住在一楼 选一楼是有原因的 然后把抓饭拿过来 然后换掉了 结果他们觉得特别好吃 公公公他们朋友都熟起大拇指说 你儿媳妇做饭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再来一集玩 然后我就没饭 然后我就怕他们再过来吃饭 我就拼命地学习 这一点可以证明你们很幸福 像普通的一些丈夫可能碰上这样的事 反而会责怪气的 说你做个饭你都不会 但是你硬生生地把这一幕尴尬的一幕 变成了你们秀恩爱的一幕 对 婚后你是什么工作 婚后我就在一个旅游公司上班 你也当导游了 没有 我就上过一段时间 你就没上班 我是服务大厅 那你就是没怎么这样把你上过班是吧 对 那你干嘛 家庭妇女 对 我是 全职太太 你生孩子了那会儿 对 我生完孩子以后 我们两个就 她也为了我辞掉乌鲁木齐的工作嘛 回来了 因为图鲁番离乌鲁木齐 大概有两百公里 所以说 你就过去几个月回来一次 也没办法照顾他们母女俩 然后我就把乌鲁木齐的工作辞掉以后 回到图鲁番 想找份活干 就在家里面可以照顾到他们 那靠什么生活 我们那时候就想做点小生意嘛 然后我们去农村摆个小摊 你父母不帮衬一点 因为我们家庭情况挺好的 我跟他说 只要是我们开口的话 父母就不会凶手旁观的 他们也肯定会帮我们 然后我老公当时不让我 他说最恨那些啃老的那些人 我就是给你父母已经承诺过了 我要让你幸福一辈子 我不能这会儿跟啃老呀 要他们的钱 这是不符合我的人格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老公很伟大 很伟大很伟大 谢谢 还有骨气 主要是不想在自己的丈母娘面前丢命 因为自己说好了的 要给她幸福是吧 男人应该说到做到 那那个地摊好摆吗 生意好吗 地摊不好摆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经商的工作 就然后进了服装以后 当时我们投了一万块钱 买点服装进来做 但是两个月不到三个月吧 我们就将近亏到了一半多 谁在那经营 我们两个一起去 你们俩会经营吗 我们两个就是下海了 不会游泳 会坦价吗 不会 别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种 你也不会 我也不会 当时我也不会 会吆喝吗 你不会 招揽生意 那有的时候摆摊 可能还会跟别人发生矛盾呢 就摊位又不是你固定的 这件事情就得说一下了 我们当时 是因为每天就去得好好的 然后有一天也是按时去的 然后被另一个人占了我们的摊位 就特别霸道 然后我当时非常生气 都吵起来了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没事没事 那我们去找其他地方摆吧 没事的 然后那个人说 谁让你们晚来几分钟的 这摊位是谁来走了 就归谁 是这么个礼 对 然后我老公就拉我走了 我当时觉得 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用啊 怎么那么怂 你说他是吧 对 我心里面想 不完美了 对 我当时就有点想抱怨 然后我们就摆了一天摊回家了 第二天 五点多 就是我们那边不是 有时差两个小时嘛 我们那边才三点多 他把我叫醒了 老婆老婆快点起床 我说这么早 快点起床 我们去占位 然后我们那么早出发 天都没亮 发现人家已经坐在那 我们就开着车 就占了那个摊位 然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摆好了 就等客人 就是顾客过来 哪有那么早的客人呢 我就怕别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我老公常说的话 然后我老公就说早点过来 然后那个人也来了以后 因为昨天他说的那些话嘛 谁来早了就归谁 然后就是也没说话走了 就觉得自己的男人是能够面对矛盾 有包容 有素质 有隐忍 他的形象瞬间又高大了 让我学会了勤劳 他总是能够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让我学会了勤劳 怎么样 想点招 把地摊给干活起来 对 我们总共资金 就是一万块钱 我们亏了一半多 然后我老公就 整夜睡不着想了个招 因为我们那边是女人带孩子逛街多一点 就是大多数都是带上自己的孩子 我老公就想对孩子下手 对孩子下手 买个好多彩色的那种气球 就是摆在那卖 有效果吗 很有效果 是这个吗 地摊的照片 这是我们摆地摊的照片 对 但是我们就想办法 就是说心影一下 这个小孩 小孩是根据妈妈一起出来 妈妈 小孩已经来了 妈妈就会看到我们的衣服装 我们的效益就会起来 有碰到过一些什么比较棘手的时候 可以说是有一次 我们去赶集的时候 走在咱们那个路上 当时有辆车 冒烟了 冒烟了以后 我媳妇第一个 因为我开车 媳妇坐旁边 她说老公看 前面那个车冒烟了 然后我们赶紧靠边停下以后 那个司机开了门就往回跑 我们拿着灭火器 跑到车跟前的时候 车里面 她的老婆和孩子还没下车呢 但是司机已经跑出来30米远 媳妇很生气 当时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因为那个人自己跑了 我老婆孩子在车里 我就跟他说 当时我也特别冲动 你就说 赶紧给我揍他 赶紧揍人呢 揍人干什么 你先揍他一顿 然后我拿灭火器灭火 然后我们当时车上 就这么一小瓶灭火器 因为车本来就有的那个 车用的吗 车用的 所以很小 它远远不够 然后火还没有完全灭 但是我们的灭火器已经用完了 然后我老公就想出一招 我们不是当时摆地毯的时候 有一个花坛子 就是我们用那个毯子去压那个火 就你们俩在那 对 就我们两个 成功了吗 车主都跑得远远的 成功了 然后 然后我当时回家以后才发现我自己 就是因为烧着了以后 不是那个融铁的 那不是容易融化 火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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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这手烫伤了好几个 那你们在当地不是出名了 对 我们当时灭完火以后 好多一起摆摊的那些人 或者是就是买 就是顾客呀都看到了吗 就是当地的 所以就是我们就出名了 生一伙 这就是那天帮忙灭火的那两小两口子 好样的 然后就是买什么小东西呀 都到我们的摊里 买 人品 人品带来了大家对于你们的认可 现在还摆摊吗 现在不摆摊 现在干嘛呢 销售汽车 赛斯店吗 赛斯店 对 你呢 我是考了那个事业单位 考了公务员 对 挺难考的 他支持你考 他支持我 然后他我们俩经历了那么多 然后他跟我说 老婆你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就那样子 听说你有个外号叫新疆的阿呆尔是吗 对 就是我生完孩子那段时间 你也知道每个女生都喜欢特别美的特别就是苗条的那种身材 其实我也不例外 但是我现在捡不下去我也没办法 你太幸福了 但是也有一些自卑嘛 然后当时刚好去就是那个妈妈咪亚不是在招那个选手 然后我特别喜欢唱歌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常常参加那个唱歌比赛 然后我老公就说支持我 我说我这么胖了还是不上镜吧 他们只要是你唱好了 他们听到的是你的声音 我老公当时是支持我支持最了 我得到了全国纪军 什么得到了全国纪军 妈妈咪亚 会唱阿呆尔的歌吗 会 来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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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for the best For you to someone like me I'll bet I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 lost in love Sometimes I lost in state 你瞧你唱歌的时候 他那个眼神好像是当年开出租车等你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对这段故事的解读 你们两个给我们看到了 是一个真正的共同成长的夫妻 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想要一起做到的 但是很多夫妻也做不到 因为在他们每一步共同成长的时候 到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彼此埋怨 可是你们没有 你们是在彼此促进对方 所以好的关系一定是这样 像刚才您那边说的 对吧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你跟他讲 你去考哪都可以 一般的人如果更想自私地 把他摔在自己身边的话 会说你留在新疆吧 别出去了 但是您没有 你说选你喜欢的 我觉得选你喜欢的这句话 一直是您在鼓舞他 而且就是一个最好的爱的表达 选你喜欢的 而且是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能看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 就像你今天刚刚说那一刻 你说 头一天我还觉得这男人好怂啊 可是第二天我会发现 原来他是在用不同的 更好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你能看到这个人背后做的是一件事情 他更纯本的心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夫妻的眼光 所以谢谢你们来了 让我们知道好的夫妻应该怎么做 谢谢老师 谢谢 整个故事的开始呢 是觉得武斯曼特别的唐突 追女孩子的方式 我还真没见过 但是整个故事听下来呢 其实又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在你们的故事里面 其实一步一步的都是很成熟 很理智地去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可能才有了 你们今天如此幸福的一个状态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成长 你们为什么 其实生活不算是太富有吧 而且工作也都挺辛苦的 但是为什么会幸福得一塌糊涂的 非得跑到我们的台上来修幸福 那就是因为你们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奋斗 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幸福 是其他坐享其成的人 无法感受到的 所以当你们 在你们的小日子当中 共同的奋斗 共同成长 学会了勤劳 学会了勇敢的时候 你们所获得的这种幸福 让人羡慕 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祝福你们 继续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努力的方式 过着你们红红火火的日子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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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钱 坐了十一年的车 真正的浪漫 可能就是这样 买光所有小女孩手里的玫瑰花 1800公里 40小时的旅程 一趟又一趟 你们最打动 我的故事是创业 显然你们不具备 创业成功的天赋 虽然你们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但今天你们却证明了另外一点 你们有天才的经营家庭的能力 所以你们来到了 谢谢你来到的舞台 来分享你们的幸福 你们的幸福其实就三个字 在一起 三个人胜过全世界 或者这就是全世界 你们拥有着整个的世界 你们在一个神奇的叫吐鲁番的地方 有着全世界最甜的葡萄干 酿着的最甜的生活 你们印证一个道理 在今天特别浮躁的年代 两个特别干净的新疆人 来到重庆 在谢谢你来了的舞台上 告诉我们真正的情商 不是套路和心机 是处处为别人 着想的善良和真诚 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老师 能够把家庭经营得好 能够把事业经营得精彩的人 都有一个共有的特点 就是夫妻之间有深厚的感情 这是基础 只要你们彼此之间都在乎 这份深厚的感情 那么你们干任何事情 面对任何困难 你们始终都会饱含信心的 因为有他的知识 我们不会放弃 好的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你们又可以秀恩爱了 听说待会还会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维吾尔族舞蹈 他们今天要把恩爱秀到底 把我们虐到死啊 来 谢谢你来 老公 我们结婚快11年了 结婚到现在 咱们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 一起成长 我敢说 我们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是你让我 看到了爱情它本该有的样子 是你让我懂得了如何去爱一个人 如何去当那个被爱的人 不哭 别哭 感谢你这一生 娶我 做了我的老公 老公 老公我爱你 我也爱你 好 其实 我不想让你哭 真的 我当时我爱你 喜欢你 娶你 是让你开心每一天 哪怕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不想让你哭出来 我让你开心 我这一生最大的目标 就是让你和宝贝女儿 幸福开心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老婆 我也爱你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秀恩爱的礼物是什么 来来来 啥意思 还有吃的 那个是送给谁的 那个是我送给图类老师和三位老师 还有现场的朋友们 那我先不客气 你先拆礼物 来来来 这是我们从新疆吐鲁饭带的 吐鲁饭的无荷白葡萄 玫瑰香 三种 还有四种葡萄 那个纸皮核桃 手一掐就可以打开的 全是今年的 我帮你们尝一下 你先拆礼物 钢笔 真是 因为十几年前 我的钢笔是被他抢走的 然后这只钢 就是当时的那只钢笔 让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我今天想送你 正式的想送你一只钢笔 喜欢吗 喜欢 我之所以不给你们送过来 是因为他们下午的送 你们边吃边欣赏 对不对 来来来来 祝孩子更高 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直高 要也特约播出 没事我那边还有 只是盘子太小了 没装装下来 来麻烦音乐老师 来段音乐 来有请三位老师 教大家新疆舞啊 你跳这两个爱 对 跳 跟着节奏 腿 腿 对 动一下 来转 跟我走 对 打响 大家都跳得很好 哎呀 哎呀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直高 要也特约播出